实验步骤 1.取椰子油10毫升炙鱼蒸发米 加入10毫升酒精 以波棒均匀搅拌 2.取椰子油10毫升炙鱼蒸发米 2.将蒸发米加热 同时慢慢加入氢氧化钠水溶液10毫升并持续搅拌 3.直到溶液出现胶状物 再加入20毫升蒸溜水 搅拌均匀后停止加热 4.在蒸发米内容易冷却 倒入100毫升的饱和食盐水中 边倒边搅拌 5.静置后浮于上层的白色固体即为肥皂 取出至于蒸发米中 6.以潮湿食蕊试纸检验肥皂的酸碱性 7.取一只饰管加入10毫升水及1毫升沙拉油 观察室检验肥皂的酸碱性 8.加入一点肥皂 充分摇动后 观察室管内的变化 观察室检验肥皂的酸碱性